其實順便提一下,剛剛我們是利用這個Test加Laps再加Value 那如果說呢,其實假如你不用那個這個什麼呢 假設你說老師那會不會有別的方法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其實我後來想一下,發現其實不見得一定只能用這個方法 如果你要換,假設旁邊我再加一把年次二好了 OK,如果你要換另外一個方法,其實反而更簡單 因為你其實利用一個函數叫逸爾 有沒有,超函數的話呢,在日期時間裡面 有一個函數叫逸爾函數 那逸爾函數的話呢,你直接跟他講說 你幫我抓一下生日的年部分 他得到的就是1981,那我要得到是70 所以呢,假設說呢,你這邊直接減多少 減1911比較好 打個勾嘛 然後寬度不足,有沒有 那為什麼寬度不足 其實這個也是以Sale的一個比較麻煩 只要你裡面有日期函數的話 他一律就直接套用日期格式 所以很簡單,你只把他按右鍵 出成格式,改為通用就可以了 OK,那你會發現通用結果70 這個遮住了,這個把這個按鈕先移到旁邊 OK,那你會發現下下填碼 有沒有看到,左邊跟右邊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他減完之後就是一個數字 因為他靠右對齊 所以也不用加Value 所以你說老師,那兩者比起來 當然聰明的你,以後應該用哪一個吧 可是你說老師,那你為什麼要講這個 其實我講TEST主要的原因是 為了要解決抓資料問題 OK,當然如果以後呢 如果是遇到像這種狀況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多一個選項,就是用異額 可是如果說未來不是這種狀況 它是資料上面你要抓,可是抓不到的話 那你可能要用前面這個方法 還是要怎麼講,隨機應變 所以如果你假設接觸的函數多的話 那你就可以有多的別的方式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我們可以用EAR-1911 那得到的也是數字 所以不用轉型 那如果你拿這個來做群組,也不會有問題 順便講一下,OK 那你說老師,有沒有別的更簡單的方法 應該這個就夠簡單的啦,OK 好,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把剛剛的那個錄製劇集的部分 把它END一下 所以剛剛呢,請各位記得要先彩排再錄製 不然的話會 如果你錄錯了什麼,NG NG的話呢,你可以再重錄 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只要是劇集名稱一模一樣的話 它就會問你要不要取代 那你就試取代就OK了 所以NG是可以重來的,OK 那最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剛剛執集的結果啦 那我們接下來呢 如果我想知道說 它到底幫我錄了什麼 然後呢,那個程式到底在哪裡 那我以後應該怎麼修改 從什麼地方開始了解劇集 所以接下來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劇集我們錄兩個 所以剛剛執集就直接跑了 那你可以找到編集 我剛剛講,編集按一下 好,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會跳到Video Basic啦 這個環境 那剛剛有的時候 如果你按太慢 它會直接跳掉 可是你要按快一點 我看,它還是 這個有點怪怪的 好啦,它會一直散退 好,不管 反正呢,這個東西 其實另外一個出口 就是Video Basic 就從這邊打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進入到又是另外一個程式 因為剛剛劇集是錄下來的 那現在的話 我們就要進入到程式裡面 去看它到底幫我產生了什麼程式 那下一個階段就是 我如果不要讓它幫我錄製 假如我要自己寫的話 那我應該從哪個地方開始 OK,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把它稍微放大 你看中間這個視窗 我是建議你先把它放大一下 然後接下來一般習慣 我自己是會把Video Basic這視窗 把它稍微縮小 移過來稍微 這個按到了 這個把它縮小的話 就是大概浮動在它上面 有點像疊在上面 那為什麼要疊在上面 因為主要你如果寫程式的時候 會一邊看你實際上的需求 是寫後面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假設看不到後面 那你總不能用想像的吧 所以我的習慣一般 可能會把它浮在上面 那有的時候拉到左邊 有時候拉到右邊 然後看我要寫什麼程式 我就接著寫下去 好,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先浮在上面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視窗 總共分成幾個區塊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右邊這邊 實際上就程式碼的部分 那你錄下來的東西 我如果字太小 我習慣會一些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我把它稍微放大到 至少12號字吧 不然這字太小 9號字太小 好,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剛剛錄下兩段程式的話 它會有個固定的結構 串接跟清除的話 它實際上 它開頭一定是sub 後面有一個名稱叫串接 這個名稱跟這邊一樣 有沒有 那它頭在這裡 尾巴在哪裡 尾巴在end sub 所以呢 以後的話 只要是一支 一支VBA程式的話 它的開頭 理論上會是sub 給一個名稱後括弧 然後結束在end sub 所以第二支程式的話是清除 然後end sub 所以這個的話就對應哪裡 對應這裡 清除 那你說老師 那我這樣要執行它的話 要怎麼執行 其實除了說可以按這個按鈕 或者是從聚集執行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直接從這個程式裡面執行 那執行的方法 就是把游標 比如說我要執行清除的話 就放在sub清除 跟end sub中間任何一行 按下上面有個執行 按下它 它就執行 那這邊的話 按下它 這邊就執行 那所以為什麼要浮動在上面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沒有浮動在上面 我根本看不到 我執行 怎麼會 後面到底有沒有run 我不知道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寫完程式啦 我希望各位慢慢要養成習慣 就是請你在程式上方加註解 因為如果你不加註解的話 你未來看 你說啊 這底下串接 怎麼感覺好像看不太懂 那怎麼加註解啊 跟各位講 單引號開頭 就是註解 後面的任何東西都不會被執行 所以呢 你會發現是綠色字喔 所以上面這個註解不用啦 我把它delete掉 那一般習慣會按個TAB鍵 所以我們剛剛有三個步驟 1 游標放在1、2儲存格 所以你會發現 我習慣這樣 先加個單引號 然後打一個數字1 1 游標 比如說我這邊打 游標 放在1、2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對應到的程式是什麼 其實就下面這一行 叫range1、2 點、slade 所以喔 range1、2就是一個物件 指的是什麼 1、2儲存格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range range不是範圍嗎 我跟各位講 range它可以當範圍 也可以當一個儲存格 什麼時候當儲存格 就是你裡面放一個坐標 1、2 那如果是範圍的話 就加冒號就可以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是一個範圍的話 那你可以1、2 後面加個冒號 然後到1的101好了 假設後面加一個101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變成一個範圍了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假設要在VBA裡面 裡面寫哪一個儲存格 或哪個範圍的話 那就是這樣的方式 我們用1、2 點slade的話呢 那就是一個方法 你想說這什麼 其實白話意思是點下去嘛 OK就這意思 那另外的話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其實你在點slade的這個後面 把它改一下 改成點有沒有 只要在range1、2 這好像太小了 我再把它放大一下 不然這樣各位看不太清楚 我把它改14號字好了 這樣 你只要在這個1儲存格後面 點一下 那它就會列出 這個range物件裡面 所有的方法跟屬性 目前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啦 反正有這些東西 那當然如果想要徹底完全了解 其實你可能就是 自己再花一點時間去研究 大概應該慢慢累積 那個程式的能量 OK 那如果你說老師 那可是問題 我都不知道怎麼學習啊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想花錢 你記得一個按鍵 就F1 然後前面一個 F1的話呢 它就會 你郵標放哪裡 你按F1呢 它就會跳那個 使用說明 那是免費的 官方的 但是寫的不是太好 可是足夠了 免費的 沒什麼好要求的 OK 按下去之後呢 這邊就會跟你講說 喔 slip的方法 它到底是做什麼 然後什麼什麼等等 反正你自然按下F1 就有個參考了 當然你可以往上一層 有沒有 比如range物件 到底有哪些屬性跟方法 按下去 其實它會跟你講 range物件 它到底是什麼用途 然後等等等等 這邊有沒有 然後有哪些方法 這邊有沒有 哪些屬性 OK 如果你假設法 想要知道 徹底了解的話 其實所有功能都在這裡 那所謂的方法 就有點像動作 做什麼事 比如說像點slate 這個就一個動作 裡面的話 像這邊有沒有 點add command 它增加註解 如果你要增加註解 就這樣子 什麼叫屬性 屬性就是放資料的地方 或者做設定的地方 反正就是可以讓你做一些相關的 相關設定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興趣的同學 也可以再延伸了解 記得按F1就可以了 比如說像 剛剛我做的這個有沒有 直接在上面按F1 或者range上面按F1也可以 所以我第一個是 這個優標放1、2 第二個好像就是 我在上面 輸入那個公式 所以我 第二個應該就是這個 這個叫 所以這邊一樣 打一下那個 2 這樣 輸入公式好了 當然你要寫多寫少 看個人 我只是簡單寫一下 OK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這個寫法就是說 它會多一個叫Active Sale 那跟各位講 你以後會常看到Active開頭的 Active實際上就是 游標放的位置 那Sale的話就儲存格 OK 儲存格 所以你會發現 在這個 聚集錄製也好 VBA也好 如果要指向某個儲存格的話 有兩 至少兩種方式 一個方式就是用range物件 一個方式用Sales 兩個都可以 那你說兩個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 就是Sales 是用數字 Sales的話 這個Sales 你瓜譜後面加上的是一個數字 那如果你是用range的話 後面加的是一個文字 那至於什麼時間 什麼時候用range 什麼時候 這個後面我們就來看 因為後面我們就會 開始要 自己來寫程式 OK 不過我們先看一下路上 那點Formula 就是它的公式 公式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把這一串公式放進來 OK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公式好像跟你原來理解的公式不太一樣 那有哪些地方可能要注意的 你看在公式裡面到底有哪些不一樣 第一個 它公式裡面 如果是雙引號 它會變兩個 有沒有發現 本來019有沒有 前面應該只有一個雙引號 它變兩個雙引號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另外的話 這邊有個什麼R C RC是什麼 難道是建築材料嗎 沒有啦 其實R跟各位講 在這裡指的是列 C 指的是藍 那這個後面的數字 指的就是說 如果是正的是向右移動 跟你現在所在儲存格 相差的位置 也是以現在的儲存格 當作標 如果你假設C1的話 是向右移一藍的意思 那R後面如果沒數字的話有沒有 那表示說就是目前的列 目前這一列 OK 不過你想說 喔 這樣很難理解 對啦 以後如果自己寫的話 不會這樣寫 但是因為入字的話 它會用R C 這種概念 大概你知道一下就OK了 那第三個是什麼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就這個 有沒有 因為呢有一個選舉區 所以會產生一個物件 叫Selection 所以這個呢 就上下填滿 OK有沒有 就我們快點兩下 然後它就會把那個公式 登登 向下填滿 就Auto Fill 那後面的話會帶一個參數 就是Distornation 就是幫你填滿的範圍 所以底下這邊就會多一個範圍 叫Rrange 有沒有 1.2到1.101這個範圍 最後都會多一行 有沒有 它多這一行 就是向下填滿之後 再幫你選舉 可是你會發現 那幹嘛選舉 對沒錯 所以跟各位講 最後這一行是多餘的 你說老師那可不可以把它刪掉 試試看就知道了 如果刪掉之後 沒事表示這一行是多餘的 可是你說老師 我很怕說我刪掉 可是我到時候 就是 覺得 後來發現這一行還需要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避免 誤刪 教這個方法 直接在前面加單引號就好了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看到程式裡面 它不是註解 但是它卻在程式前面加單引號的話 那有可能是這一行 我不確定是不是要刪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 這一行程式 你還不確定 或者是說 你修改完之後 如果你怕說改完回不去的話 那你其實是可以把 那個不確定的程式 前面加單引號 讓它作為 怎麼講 將來還可以回去的 一個參考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樣做 其實你會說 會有什麼改變 其實倒也沒什麼改變 差別 我只是把那個清圖 這個串接 它其實最大我發現 它那個slate就是你點下去 其實應該最會幫你整個選起來 可是如果沒有那個選起來的話 感覺好像更快 更流暢 所以這一行資料刪掉應該沒關係 那如果你沒刪 比如說像原來這個樣子 你會發現差在哪裡 有沒有 slate 這是幹嘛slate 像在填滿就好了 幹嘛 所以這一行理論上 應該是可以刪掉 所以假設 這個應該沒關係 把它刪掉 好 那一樣 請各位把那個清除這三格 一樣加註解 註解的話 就是一樣 一優標先放在 這個 這個 一二儲存格 然後呢 一樣是什麼 第二個是 Ctrl-Shift向下 Ctrl-Shift Ctrl-Shift向下 Ctrl-Shift向下 比較親切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加這個註解 你直接看你會覺得這什麼東西啊 那至於那個註解裡面要打的文字 反正你打給自己看的 你打多打少都沒關係 OK 所以這個有的時候是 自己記 有點像自己的筆記 像之前有同學真的打得好認真 快打一篇文章在上面 其實這樣也沒關係啦 反正他自己看得懂 為前提 OK 所以最後請各位注意一下 最後請你把剛剛錄下來的兩段程式稍微了解一下 編輯 記得喔 然後呢 把這個視窗稍微調整一下 在這個每一個動作上面 加上註解 好處就是說 你們將來再回頭看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應該會比較清楚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你也可以增加你對於那個VBA程式的了解 因為將來其實VBA是怎麼控制 Excel裡面所有的功能 其實主要還是靠物件 所以你只要知道說哪個物件 它有哪個方法 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效果 那你如果可以把這些串在一起 那不就可以做出你要的結果 OK 可是你說老師很多我不知道 沒關係 錄製聚集 它會自動告訴你 哪些是你需要的 只是說啦 將來可能簡單的還比較好改 但是像那個什麼 我們剛剛做那個插入樞紐分析表 自動變出樞紐分析圖 那個就複雜了 因為它裡面的話 用的物件 那就不是簡單的事情 而且產生的程式 像這個頂多就是三、四行這樣子 那如果你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可能就是 可能要一個十幾二十行吧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玩玩看 但是你會發現 那個插入樞紐分析表 難度會相對比較高 試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再加上註解 我們這個聚集錄製 大概就先到這邊 那你說老師這樣子 好像寫程式也沒那麼困難 錄製是沒... 但是如果說今天 我假設要換一個方式 也就是我今天希望 不要錄的 我要開始自己寫 OK 那怎麼自己寫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來思考一下 如何把某一段公式 幫我塞到我要放的儲存格裡面 那當然你就要知道說 儲存格物件應該要怎麼用 當然我剛好提到 其實有幾個 可以用Range 可以用Sale 那用哪一個比較簡單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部分先完成 我們待會再來看 另外順便講一下 這個環境可能各位慢慢要熟悉一下 最好回去再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錄 剛剛不要錄太複雜了 不然可能會很有挫折感 錄完因為很容易會跑不出結果 那你就錄簡單幾個動作 像這個我們是三個動作 你就頂多是四個五個這樣 不要太多 然後再亂亂看 然後記得加一下註解 不然你會不知道說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那回去的話一樣 就是說把這個環境打開 那除了剛剛講的這個編輯一記之外 其實好像同學常遇到問題 第一個 就是很多人會很奇怪 會想要把這個關閉 真的常常有有沒有 因為看到這邊有個叉叉 或者不小心 應該有時候是不小心有沒有 結果同學不小心把它關掉 就變這樣 然後一不做二不休想說我關掉了一個 然後我再關一次 關了之後再關一個 就變這樣 OK黑白的 灰色的 灰色的 然後他想說 關閉之後的話 怎麼辦 然後就把它打開 就很緊張 想說打開會恢復了 再按下去 還是一樣 真的這是實際案例 就有同學 因為這樣的關係 然後寫的email問我 老師怎麼辦 我把它弄壞掉了 我需要重灌還怎麼樣 我就想說 不用緊張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處置的方法 就像那個衝脫泡蓋 那個流程好像改了 很簡單 以後的話 你看到這個狀況 反正只要是 這個畫面上面任何的東西 他都放在檢視裡面 只是說你要知道說 剛剛的那個 左上角這個東西叫什麼名稱 有沒有 然後左下角這個東西叫什麼名稱 然後你的右邊這一塊叫什麼名稱 反正上面都有 那跟各位講一下 左上角這一塊叫專案總管 下面這個叫屬性視窗 有沒有 然後這一邊的話 叫做應該這個叫什麼 就是程式碼 我看它裡面有沒有 程式碼在這裡 不過這個程式碼 你可以點兩下會出現 所以記得你們等一下可以玩玩看 但是你要記得把它叫回來 然後專案總管出現了有沒有 然後底下這個叫屬性視窗 但是屬性視窗會把上面的給蓋住 所以你就是 記得它出現的話你就把它往下拉 拉到這邊來 因為它不需要那麼高 它可能就是把它擋住了 那你說老師那我剛剛寫的東西 我錄的東西在哪裡 跟各位講以後你 無論說你錄製的程式也好 或者是你自己寫的程式也好 反正記得你只要記得放一個地方 絕對不會錯 就是模組 那如果你錄製的話呢 它會自己幫你產生一個模組 也許預設名稱叫Module1 可能你在錄製第二個也叫Module2 那你如果要看裡面的程式很簡單 直接把它點兩下 你剛剛的程式就出現 OK 那未來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要寫別的程式怎麼辦 幾個方法 一 你可以直接寫在這個模組的下方 繼續寫沒問題 那你說老師我不想要跟這個聚集混在一起 怎麼辦 你沒關係 你可以按右鍵 在模組上按右鍵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分開來 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喔 特別是以後你程式喔 反正一定是放在模組裡面 然後開頭一定是sub 那個程式的名稱 對不對 那你可以一個模組寫到底 你也可以分開 很多模組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要分開 因為你可以分類嘛 程式 如果都放一起不好找 那你可以比如說我聚集是放在Module1 然後我自己寫的放Module2 這樣可不可以啊 OK 所以你就再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個時候的話就會有個Module2 那原來Module1呢 你可以點兩下 切過來 切過去 有沒有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 那你說老師那我後悔了 我想把Module2拿掉 因為裡面空的喔 那我按右鍵 這邊會出現一個移除 那要不要匯出 不要 這樣就恢復了 OK反正就是盡可能先把它熟悉啦 那往後的話呢 我們只要寫到程式 都會用到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其實我是覺得 基本上 已經蠻成熟啦 因為他真的已經 年紀蠻大的 我這樣比起來 32歲 也算是 有點年紀了 以電腦界 來看他已經是元老期了 OK 好啦 那 試試看好了 先把這個部分先熟悉一下 可是我有問題 你剛剛 嗯 你剛剛選 應該是 你的 不認真 是 我來 我來 我來